剛才也講到疫情方面的分析 就覺得你現水平就會用尷尬來形容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的焦點都繼續在疫情方面 譬如其中一種分析就是說現在疫情擴散了 所以譬如說消費大家都預期都未必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增長 如果要維持內地整體的經濟增長 其實用這個基建去刺激經濟都是大家合理的推論 譬如看到上個星期五 譬如中鐵或者中鐵建都有7%的升幅 其中中鐵就是390 星期四晚就公佈了第一季的新簽合約總額 就升了84% 但其實1186中鐵建是未有相關的數據公佈 但看到也炒起了 其實現在大家有這個憧憬的時候 你覺得基建股方面現在吸南又是否一個好的時機 時機不算是差的 但是你真的要抱一些比較長線的投資心態 其實你想想今年年頭那段時間的基建股都試過炒了上來 但是當你見到它升到火紅火業 譬如昨天上個星期五是大成交這樣升上去的時候 你去追總有一點水位有機會給你吃到 但是不會是一些絕對漂亮或無敵的馬鈾炸來的 但是首先要扭正一個概念 我明白的現在說可能很多人會見基建股內房股會炒 但是其實背後的原因純粹就是內地的經濟 不能再差下去真的不行了 所以有很多捱經濟、救經濟的首次 就不是因為疫情所以要去救經濟 相反地你講一些如果一些的股份上面 因為只是疫情的因素而拖累的話 正如剛剛說大時間 疫情總會過去的 很多knockdown等等的措施會解封 接著就會有個報復式消費、報復式反彈 市場總會有這些的想法 而這些在歐美市場上面就完全引證出來 所以其實一些零售股市場其實不是特別害怕的 不是特別害怕疫情 而受到疫情拖累你看到股價不是的 股價走勢走一個浪低於浪的零售股、內需股 例如什麼體育用品股、啤酒股等等 因為普遍來說是會有一些其他疫情意外的風險因素 包括啤酒股我們講過就是 一些大麥、一些原材料成本、分銷成本不斷地上升 會蠶食他們的盈利能力 體育用品股就是過去兩年來說 這些基數都很高了 你看第四季的業績上面 收入放緩是一個大趨勢 Fila的品牌上面都沒有以前那麼受歡迎 就是類似這些例子 但是你回到基建上面 我會這樣看就是 論股值用Value Stock Off去看 股息率4厘左右 市盈率大約5、6倍PE以下 其實我們不期待這些公司突然間 因為內地谷基建 是突然間有很多訂單回來 賺大錢 彭彭聲地升上去 但是其實今年或者過去一年 你想一下 買這些低估值的股份上面 你用時間去搜 長線投資 很多時候被你搜到上去 假設你今年不幸運 或者是年頭那段時間 追了一些基建股 譬如5元這些位置追了中國中鐵等等 起碼你三葉那段時間大塌 什麼都塌的時候 一樣死 但是問題是你長線搜下去 會容易一點搜到上架 所謂分清楚你是短炒 還是中長線投資者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兩年的股市很難玩 想隨便求穩陣 但是又怕錢放在銀行書通脹的話 可以買這些基建股 是典型價值股來的 你去買是會安全 但是如果你選擇短炒的話 基建股不是不會升的 但是升上去那段時間 你總會覺得幅度不夠多 市場上面總會有其他板塊 升得比較強 譬如簡單一點之前說 谷經濟手段除了基建 還有內房 內房股升得更快 所以分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如果我們覺得求穩陣的 長線投資的話基建股是可以 但是真的適合一些比較長線的投資者 而你對股價沒有太大的期望 沒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你問我中鐵 現在五元這些位置買 看多少 給到盡 我覺得短期來講五個半 甚至五個多的位置而已 但是你長線看 六元的水平是有機會的 但是年初至今 都可能這些位置買兩成 但是其實我相信如果市 打脫最壞的時間的話 很多東西都可以升到兩成 所以不會提出特別標籤的股份